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尚无任何先例的大规模非战争的军事行动在灾区全面展开 十几万大军从全国各地几千公里的半径内迅速开赴灾区 汶川地震救灾 无论在军队动员的规模和机动距离 联合指挥联合勤务保障力量的跟进 本质上都与一场大规模战争行动无异 这给世界带来了震撼和思考 使他们特别是那些西方国家重新认识中国和定位中国 国外媒体称 中国军队在战后的反应之快令世界震惊 并称这一撞举为救援大长征 引述美英军事观察家的话说 在极短时间内远距离运送如此大规模的部队 显示中国军队的军力投射能力大增 而这是解放军近年来运输装备指挥体系和官兵素养现代化建设的结果 多军兵种多种方式远距离同步开进 是一个国家武装力量投射的最高表现形式 现在只有中国和美国可以被评为全西总动员国家 有人要问了 这个这个总动员是什么意思 大概意思是可以调动一切社会资源 如同全西摄影一样 国家一直可以全方位无死角的动员社会资源进行战争或应对紧急事态 以汶川地震救灾最为典型 动员能力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人力资源和组织能力 二是物质保障 缺一不可 动员能力强的国家就是一部带启动的战争机器 一支军队是不是具有足够的战略威慑力 并不在于规模有多大 兵力有多少 而在于在关键时刻关键地点能够投入多少兵力 中国军队从汶川地震中所表现出巨大的动员能力和机动能力 是最现实的震慑力 今天的迷彩镜头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